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天明和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在读经一我们将听到 一位名长的诞生 这名长叫做 三聪 他的母亲 就是马诺亚的棋子 是被 成为不生育的 但是因为 奇迹 天主的天使显现给他 说他要 怀孕生子 给他名叫三聪 所以这样的奇迹 应该是一种 预言 后来 要当生的 也是罗汉西者 今天我们就要 要听到的 查拉 就是被 成为 不成育的 但是后来 他 也怀孕 生下 墨西亚的 前去 现在我们大家 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 圣道礼 我向 我向全能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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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促炼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 永生 阿们 上主 求你 垂怜 基督 求你 垂怜 上主 求你 垂怜 请大家 祈祷 天主 你的圣子 借着至圣同真 将生成人 向世人 解释了 你无比的荣耀 求你尝试我们 以坚定而完整的信仰 重奉这伟大的傲击 并以信仰一半 虔诚地与福天同情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 天主 耶稣基督 祂和你 及圣神 永生 永亡 阿们 公读明长记 那时候 在佐拉 有一个人 属于丹之派 名叫马诺亚 他的妻子 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 上主的使者 显现给那妇人 对他说 看 你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 但是 你将怀孕 生一个儿子 你要留心 淡酒和烈酒 都不可喝 也不可吃 不洁的东西 孩子出生以后 剃刀 不可碰到 他的头 因为 这孩子 从母胎 就是献给天主的 他要从 培勒 摄特人手中 拯救 以色列 那妇人 去告诉 丈夫说 有一个天主的人 来到我这里 他的容貌 好像天主的使者 十分威严 我没有问他 从哪里来 他也没有告诉我 他的名字 他对我说 你将怀孕 生一个儿子 从今以后 你不可喝淡酒 和浓酒 也不可吃 不洁的东西 因为这孩子 从母胎 一直到死 是献于天主的 那妇人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 叫三松 孩子渐渐长大 上主 降服他 在马哈乃丹 就是在佐拉 与厄士陶尔之间 上主的神 开始感动他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要满口赞美你 我要终日颂养你 我要满口赞美你 我要终日颂养你 上主 求你做我避难的磐石 获救的堡垒 因为你是我的磐石 我的堡垒 天主 求你救我脱离 恶人的独守 由不法之徒的掌中 将我救走 我要满口赞美你 我要终日颂养你 因为我主上主 你是我的寄望 从我幼年时 你就是我的养障 我尚在母胎中 你就保护我 我出世以来 就仰赖你 我要满口赞美你 我要终日奉养你 我要宣扬我主上主的能力 上主 我要传述你独有的正义 天主 我自幼年时 就蒙你教会 直到今日 我仍宣报你的奇妙作为 我要满口赞美你 我要终日颂养你 阿勒芥阿 被立为万民的标记 请来解救我们 不要再迟言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如愿光荣归于你 犹太王黑罗德在位的时候 阿比亚斯基班中的班中 有一位斯基名叫加加利亚 他的妻子是亚浪的后代 名叫丽莎 二人在天主面前都是一人 准照天主的一切诫命 和离归行事 无可自在 只是没有孩子 因为丽莎不能生育 两人又都上了年纪 正好加加利亚轮到他的半次 在天主面前进实际职务 照实际的惯例 筹中了签 进入上主的圣所献乡 献乡的时候 众人都在外面祈祷 有上主的一位天使 站在乡坛右边 显现给他 扎扎利亚一见 便惊慌失措 害怕起来 天使对他说 扎扎利亚 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 一蒙因运 你的妻子丽莎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 他必要喜乐欢乐 他必要喜乐欢悦 许多人也要因他的当生而喜乐 因为他在上主面前 将是伟大的 燃酒 也久 他都不喝 而且他未出母胎 就要充满圣神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 转向上主 他们的天主 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 走在主的面前 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 领导 拨逆的人 走上一人明治的道路 并为上主准备善良的人民 扎扎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 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 因为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家伯 奉命来向你说话 报给你这个喜讯 看吧 你必成为哑巴 不能说话 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 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 但我的话 但我的话 到了时候必要应验 众人灯后 就回家就回家去 几天以后 他的妻子丽莎 怀了云 隐藏了五个月 说上主 上主的圣子与我 上主的圣言 听说上主的圣子与我 我们赞美 大家平安 我们在今年应该是年上半年 我们把在圣母公园的树木就砍掉了 因为这些树木有迫害性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把这些的树木就砍掉了 在砍这些树木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些木头 后来我就做了一个检查的计划 这些木头要去送到那个木 应该是叫做什么 就是把这些树木要切 切成木板 我的计划就是要把这些的木板做圣荡树 这个是我大体的计划 我把这些的想法跟圣上堂两位教友 跟他们提的时候 他们说好啊 过了大概一两个礼拜 他们就来了 给我非常详细的计划 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 以后每一个木板 他们要切的要多少什么比例 往上越来越短 应该是怎么样的比例 我看到里面都是树紙 密密麻麻的树紙 我看到我也不懂 但是这个是他们是非常非常详细的计划 另外一个人他就是要做中间的支柱 下面还有他的脚要怎么做 这样的有相续的计划 我们这样的做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在外面的圣诞书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我们所听到的是天主有他的计划 他把他的计划透过天使来告诉扎扎利亚 说他们要生孩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是非常笼统的 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 没有详细的计划 那扎扎利亚一听到了这样的计划 就是大概的计划 就是摆在他面前 他看了他也应该有很大的一个议问 一个问号 我应该怎么做 是怎么样的相细 比较相细的来完成 你所托给我的计划 我应该这么做 要告诉我 让我知道应该怎么实现这样的计划 所以他就对天使的这样的一个报喜 有这样的很大的疑问 这样怎么能成就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 那要怎么办 所以他有一点的不太相信 天使所说的 那天使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不相信 好 我给你一个记号 我所说的话 是真的 是天主告诉我来告诉你的 所以你从今天开始 你变成一个哑巴 你就不能说话了 天使是说这样的 你变成哑巴 是真的 他就变成哑巴了 好 我们所看到的 今天的 若汉 当生的预报 跟耶稣当生的预报 大概可以放 可以平行的放 我们可以看 好像是 差不多一样的 同样的天使 来向玛利亚 报喜说 他要怀孕 要生子 但是玛利亚 就是一个年轻 他没有 丈夫 玛利亚也问了 同样的话 这个是怎么样的成就 但是玛利亚 所问的是一个方法 他是相信 天主所说的 一定会实现 但是方法是什么 玛利亚 他问的 他不是问方法 他是怀疑 这个是不能拯救的 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我老了 我的妻子 年纪大了 天使没有给他 详细的计划 所以我们可能是一方面 我们怪 谁怪 玛利亚 他缺少信德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看的 玛利亚是像你 像我一样 如果天主的天使 今天来到我们面前 要告诉我们说 天主有他的计划 通过我们去完成 但是我们看不到 怎么样的去完成的 一个细节 可能我们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聆听 今天的玛利亚 他这样的做法 我们也要求天主 天主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有我们自己的使命 但是求求你 带领我们去完成 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指引我们能够看到 应该怎么样的去做 怎么样的去完成 现在让我们一起 把我们今天的祈祷 奉献的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祝福我们的思想和连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我们的坎坷 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绝以你的执意 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想把圣母玛利亚 其父圣人圣女的堂样 同身去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圣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圣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万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群体 为各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之心的安慰和圣神 祈福于我们 极切信有和信用 求是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你使一切基督徒 因此要为同仇 因得同大而民 获得你的能力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性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神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听见声音从高山传来 一点点点消亮 我听见声音从高山传来 他说了一对道路 爱与北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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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爱 我看见君王站在高山上 一天比一天更近 我看见君王站在高山上 爱与北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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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与北道路